片是整個是歐車腫起來的 就是手掌跟手臂這個部分 四歲小妹妹 依偎在爸爸身邊撒嬌 她的左手因為骨折 還在隱隱作痛 喊弟弟到家裡父親公園玩 沒想到地上的球形裝置 突然滾動 左手被撵過 骨頭碎了 那個球因為它沒有固定 就滾下來 那就是就直接扎到她的手 假使用香腸來模擬手指 球一滾過變成肉餅 孩子的小手這麼脆弱 公園地上的球形藝術裝置 可不是一般皮球 秤一秤起碼9到12公斤 碾壓過去難怪會受傷 但誇張的是 公園斜坡上的球形裝置 起碼有十幾顆都已經鬆動 用腳一踢 就會順著斜坡往下滾 我們會盡快協調受傷的民眾 然後通知這個保險公司 來辦理這個禮貝的事宜 地點在彰化花壇 竟然竟營兒童公園 斜坡邊緣設置球形藝術裝置 裝點設計 疑似底下連接的水泥塊崩落 根本無法固定 四歲小女童到公園玩 卻搞到受傷骨折 公所除了賠償之外 也將重新檢驗公園安全 不能再有意外發生 記者陳盛偉 王一丑 彭馨 彰化報導